今年的李宗盛演唱会上,我在见到他的时候,他已经60岁了,他说,写歌有两种,一种是写得好听,一种是写得真实,我用了30年终于从写得好听,走到写得真实,我希望你们多听我的作品,喜欢我的歌,而不要关注到我这个人。 演唱会上,李宗盛用十首歌,诠释了他的一生,也直到这时候,我才慢慢明白,他的每一首歌,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,我很难想象,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人生经历,才能让一个人把情歌写到如此深入人心啊。 稍微了解一下,李宗盛有过两段婚姻,他的第一任夫人,是当时的一位DJ朱卫英,那个时候的李宗盛刚刚有些名气,两个人经朋友介绍认识,彼此见面交谈之后都互有好感。 认识两年后,李宗盛给他打了一通月亮电话,他是这么说的,我的电话费要用光了,现在我们只有两个选择,一个结婚,另一个是分手。 就这样,两人结婚了,若是以传统道德的角度去评价,李宗盛并不算是一个好男人。 他和朱卫英1987年结婚,1997年离婚,生了两个孩子,但在1993年的时候,李宗盛又已经和李宗盛,因为演唱单案已成往事时传出绯闻。 而第二年,李宗盛新专辑《不必在乎我是谁》的同名主打歌,也是出自李宗盛之首。 1994年,李宗盛在台北办了一场告别演唱会。 演唱会的嘉宾有很多,李宗盛在介绍林毅连时,显得非常紧张,一度慌张的像个孩子一样,当时两人就在台上互动平平。 而朱卫英就坐在台下,演唱会进行到一半,李宗盛一一点名,向所要致意的人感谢一番。 而感谢的话,他对妻子朱卫英却置自为其,反而转身与台上的林毅连拥抱在了一起。 说起来,李宗盛与林毅连的第一次见面,还是作为妻子的朱卫英介绍给她的。 只是当时的李宗盛对她并不在意,直到1992年,林毅连签约吻时,与李宗盛成为同事,两人才逐渐在合作中擦出了火花。 后来的回忆中,李宗盛对林毅连做出了高度评价。 她说,她是通过生意来判断一个人的,她之所以不可自拔地爱上林毅连。 也正是因为,只有林毅连才能将自己的歌完美地诠释出来。 1997年,朱卫英和李宗盛正式离婚,1998年李宗盛与林毅连在加拿大奉子成过婚。 世界爆出后,当时的许多至瓜群众都指责李宗盛花心,成名了,富贵了,就抛弃遭康之妻,把她是个渣男。 林毅连也自渣男而然地被冠上小三上位的雾名。 当初李宗盛的很多圈内好友,对于她和朱卫英离婚唏嘘不已,两个人十年婚姻的说长不长,说短也不短,可惜十年的甘苦与共,却没敌得过一年的只短情长。 1999年,朱卫英突然出书口拜,她表示,自己一点都不记恨林毅连,反而自我检讨,趁自己是个不成熟老婆, 李宗盛是双方的错,林各打五十大板。 后来李宗盛给梁静如且的一首第三者的歌曲中,用一个女孩的声音,把当时的的情感唱了出来。 我们之间的困难,在她出现之前就有了,虽然我犯怒,但是我明白的把过错让她去背着,那是不对的。 是的,错的都是我,要怪就怪我吧,别怪她。 多年以后,康熙来了的某一期节目中,请来了朱卫英,她在节目中,她回忆李宗盛时说, 多年以来,我们遇上离多,其中最令我难过的事情,应该就是她的告别演唱会吧,但是这个告别演唱会,却是我人生中一个可怕的经历。 我看过这么多的演唱会,都是以一个期待的心情,可是看着一个最亲密的人在台上表演,而实际上你却知道,这个人跟你越来越远,越来越远,甚至形同陌路了。 一旦这个演唱会结束,她就要真正离你而去,去追求她自己想要的东西了。 从这句话中,可以看出,那时候的朱卫英和李宗盛,两人,当时已经没有多少感情了。 后来,我专门去了解,了一下当时朱卫英与李宗盛两个人之间的生活方式。 然后,我才发现,朱卫英与李宗盛之间的离婚,其实并不是谁对谁错,谁辜负谁的事情,而是事实本该如此。 婚后,两个人开始忙着各自的事情,李宗盛呢,整天忙着加班,用他的话说这个行业,好不容易发现有个王八大会写歌,他们会放过你吗? 用钱收买他,拿来榨干他,在滚石的十六年里,李宗盛整个人都陷入工作里。 当然,这段时间也是他最为辉煌的时间,一度为几十位音乐人写出《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》,《爱要怎么说出口》等多首传唱至今的歌曲。 也发觉并培养了张爱佳,陈书画,赵传,新小琪,莫威,乌岳天,两性如等歌手,点亮了半个华语乐坛,而朱卫英呢,却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,正日,无所事事,有他的话说,就想着他的能天天陪我,身份不同,观念就不同,喜欢的东西也会不同,于是,两人的矛盾就这样产生了。 而林一连的出现,也就成了妖狂他们极尽可谓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后来,李宗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,如果再谈恋爱,我一定跟这个女生讲,如果我有快乐,我愿意跟你分享。 但我没法给你快乐时,一个人应该学会自己寻找快乐,而不是一味的等待别人给予自己找到的快乐。 才是真正的快乐,李宗盛希望朱卫英可以找到自己的快乐,而朱卫英希望李宗盛能够给予他快乐,这其实不仅是他俩,也是很多婚礼矛盾的根源。 李宗盛与林一连的婚姻也是好景不长,那段时间重回歌坛的李宗盛迎来了恶运唱片行业开始了大改革。 用李宗盛的话说,录一首歌15万,拍MV却要花掉150万,音乐轮为MV的配乐,扯淡。 这样的转型,李宗盛很不喜欢,因此1999、2000两年里,作为公司附中的他,在组织里显得格格不入。 最后顺基于很多重要的会议都不通知他参加了,以避免制作方案因为他的兼职而被退回。 在这样的形势下,2000年李宗盛离开了滚石,决定前往上海开创自己的另一番事业,而也就是这样的决定,也令他与林一连的感情分道扬镳。 林一连与朱卫音不同,她是一个无比要强的女人。 2000年后,林一连的一首至少还有《你封你全国》,不久她更是在香港红馆举办了个人演唱会,歌迷反响强烈。 一度将其推上天后的位置,于是,她决定前往香港发展。 相比林一连,离开滚石后的李宗盛,在上海的事业毫无起色。 用她自己的话说,我跟上海那些蹲在柜亭路上,吃西瓜捷可等待工作机会的免工并无二致,活得就像一晚隔夜的面条。 于是,不甘心的她就想去北京重塑自己的辉煌,一个想去香港,一个想去北京,而两个要强的人却谁也不肯让步。 最后,只好各自去了各自想去的地方,长期分居,也让两人的感情出现了裂痕,最终分到扬镳。 如今,李宗盛在唱起那首《丹爱已成往事》时,唱着唱着,便噎住了,足足半嗓,哽咽无语。 林一连是李宗盛此生最爱的女人,正应了《丹爱已成往事》里的那句歌词,忘了痛或许可疑,忘记你却不太容易,最后借由李宗盛的作用营,结束吧。 我们的爱若是错误,愿意若没有白白受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